就是那个时候比较单纯嘛 觉得就是演出主办方 他要热闹呀 对不对 我带更多人去 然后就热闹了嘛 你是带观众去是吗 这个我觉得很奇葩啊 是的 我带夜的时候 一直就是因为你形象问题 你没有办法去参加那种 大大小小的演出 因为之前做过女团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之前女团的照片 很瘦 真的吗 非常瘦 来来来 锤娜丽莎 哇 哇 我不相信 很瘦哎 你把脸露出来啊 好散 你胖了一个自己出来 这个到现在有几年 得有个三四年了 这时候有多少斤 那个时候体重 没有超过120斤 你是签完合同以后 马上发胖吗 不是不是 是因为我瘦的时候 去面过一次这个公司 然后我妈说你回来上学 你把毕业证书拿到之后 你把学业完成 然后学业完成之后 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他依然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去参加了那个最终的成团考核 当时那个队形啊 是这样的 我站在第一排 后面一溜 躲在我身后 老板说 喂 你站搜楼吗 搜楼 我根本看不见你身后要演吗 你好像一堵墙一样 然后我就一下 你现在已经好像一堵墙一样 把韩哥挡得死死的 我挡住了镜头 然后当时有一个负责人 他说 你就应该让你的歌声更有张力 就像你的身材一样 然后呢 当时有一首歌非常地火 叫做李兰妈妈 好 嘿 李兰妈妈 Why don't you come around You feeling lost Feeling alone Feeling away far from your home 哇 吹 嘿 嘿 吹 嘿 哈哈哈哈哈哈 宝哥太突兀了 哈哈哈哈 宝哥为了证明自己存在 都用这种方式了他 嘿嘿嘿 哎真的唱的很好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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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说你要加张力进去 像你的身材一样 然后这首歌加完张力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张力 嗨 你的妈妈 哇 on you come around 你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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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哦 你奇妙 你这样会把自己唱哭的 嘿 你呃 呃 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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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我每次见到他老板 呃 好难受 根本就是在干什么 就是要有张力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今天就一步一步走到 现在这个样子 公司老板的品味 对你的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是的 我平时不管是写出什么歌 我会很寂静的给身边的人听 就是我当时前说歌 我觉得是非常好听 就好听到我觉得 哇塞 这个已经不得了了 哦 给我的经纪人听 他最近说 他觉得哎呦 这首歌 哎呦 感觉好像就是没有高潮 就差一点 然后我又写一首歌 给再给他听 他又觉得哎呦 这首歌不对 这首歌 好像太温了 没有张力 他永远这么说 哇 乖呀 那他也不至于这样 哈哈哈哈 这个经纪团队大概有五六个人 他们每次在公司开会的时候 永远永远在打击我 然后这时候好死不死呢 我还给我的朱真歌听 朱真他也是音乐品味极差的人 哈哈哈哈 根本听不懂 哎呦 他都没有品 没有 你都那时候不如给我听 对 其实我当时都给你听都是 也是差不多的效果 哈哈哈哈哈哈 我当时就是整个人超级没有自信了 崩溃了 就觉得哎呦 好像我是不是不该写歌了 哦 但是我觉得发就发吧 就扔出去算了 你知道当时他们听过的歌 是什么歌吗 哪些歌 你还要我怎样 马尔 演员 哇 绅士 哇 刚刚好 好好听 都是好的 但是当这首歌出来以后 慢慢被大家认同以后 我觉得原来是你们不行 对 后来我果断的换掉整个团队 我说不行 我再跟你们合作 我会死的 我觉得我听不懂音乐 后来我就换了一个经纪人 就我现在现任的经纪人 我现任的经纪人 我写什么他都会说好 非常好 哦 好得不得话 太好听了 但是目前为止 没有一首歌是红的 哦 选说的蛮好听 他会唱啊 我还有一件事情是 对我人生整个最刺激的 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哦 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我们我新我修那节比完以后 我是不是还算蛮红的 还可以 第二节开始了 我们的老板跟我说 哎你们要给下面的新选出来 这帮人打个样子 告诉他们啊 你们上一节选出来有多棒 你可以上台表演一首歌哈 那假唱 我说为什么要假唱 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 是电视台的设备 比如说运到乌正去 它是不能满足你真唱的 对 我一出场 那个是个大梯形 要走向他们的 他们每人手上 有个绿色的荧光棒 啊 看看他怎么样 看他实力怎么样 我在台上唱 爱的那么认真 一开口 他们一开始 爱的那 也神人 一听是假唱 所有人就不灰了 为什么呢 就觉得很尴尬 哎 你为什么出来假唱 我就往前走了 可还是听见了你 想跟他们打招呼 然后 没有人跟我打招呼 哇 你知道尴尬到什么程度吗 其中有一个人 但是我不记得是谁了 他就说 把那荧光棒 在我身上一丢 真的假的 当一个人开始丢的时候 全场的荧光棒 像英雄电影看过吗 剑鱼那种 就出来了 好可怕 我当时一论 我学下的那么深 我不夸张地说 在那帮丢荧光棒里面 绝对少不了 齐威 王孝昆 我觉得他们全都丢了 但是我觉得 他们丢的是对的 因为我真的是假唱 齐威当时 把鞋都丢下来了 但从此以后 我不管录任何节目 我推掉了很多 关于任何一个电视台 叫我假唱的工作 哇 我发现地球人 待业的原因 是千奇百怪 他们待业的方式 也是千姿百态 对 有有有 平时有工作 极其繁忙的时候 大家总会叫苦连天 心想说 什么时候我能休息一下 可真正在业在家的时候 每一天都是煎熬 觉得极其难过 对 我以为你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待业 我就主要会因为谈恋爱 待业了 爱到无法工作 爱到无法来跟朋友聚会 然后爱到就是 也不太想跟父母联系 对 爱到只因为爱了 威威真的是这样子的 上次我们一起录那个节目 你就把男朋友带到现场 对不对 对 而且他男朋友超级帅 我跟大家说真的超级帅 而且你俩说的还不是同一个男朋友 你说的是打歌 我说的是一个就是很年轻 然后头发是那种黄色的 就是偶像练习生的 那没有没有 我上次看到的是那个是很书 书生气 我看看那个很潮流的那种 不是你们两个说的不是同一个男朋友 那时候前一个已经分手了 那下一个在一起了 那所以威威你是那种恋爱脑吗 我是绝对的恋爱脑 百分之百的恋爱脑 那笔如会做些什么呢 你能够笔如的东西他都做过 那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通告 你等了很久想去 然后你男朋友说你要来陪我 我怎么会让我男朋友说出这种话来 我男朋友在家 我怎么还会接通告 天哪 没有党区 但是我想说就是 女生还是要稍微的理性一点 不要因为男生而放弃自己的事业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对面的那个男生 会不会陪伴你一辈子 但是你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的工作 他是可以陪伴你一辈子的 太漂亮 刚接触短视频的时候 终于拍了一场 也是人生中第一场上演 到那天演出的时候呢 效果特别好 那挺好 现场那些小女孩的眼睛里面全是我 哇 哇 哇